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上周五虽然说飞龙数据不是很好 但是原油这个波动上周五原油波动很小的 美元指数波动很大黄金波动也很大 但是原油波动很小很小波动非常的小 波动还没有前面一天没有数据那么大 没有数据当天波动都比上周五要大一点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原油仍然还有短线还会上充一下五十点五五十点五的一个上面的一个阻力 但是中线中期我认为五十之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为什么我认为五十之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呢 有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看到如果大家去经常上网的话 会发现一个现象 会发现现象 有一张图它秘密 我这里呢我可能我没找到哈没找到 我这里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找下那张图 这张图呢它大体上反映了反映了全球全球这个海洋啊 全球海洋秘密码嘛 那海洋上秘密码堆了非常多的一些游轮 非常多的一些游轮 为什么啊因为在游轮呢 它反映了国家这个油价呢 油价这种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呢 很多国家都在囤油可能囤油哈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储油也说明了 储油库啊也储满了 储满了嘛对不对 储满了放不下去了没办法了 那就放在呃放在游轮上了对不对 但它消费完了之后再重新储备到呃 呃储备库里面去 呃这当然这说明不了呃什么就一张图啊 一张图它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 嗯全球呢其实原油供应过剩的那种局面呢 嗯目前来说还没有改观的没有改观的哈 嗯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哈 飞龙数据不好 正如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的哈 原油价格原油价格和美元美元走势趋势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没有办法预测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交易啊对交易员啊对交易员由这种投资者来讲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技术来找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拐点 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推推进呃呃推建一个一个指标 我把这个指标呢 我也调出来 要震荡指标 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 从五月 五月中 五月中 五月中开始 五月十六号开始 原油它都是在围绕四十九 围绕四十九 上下一美元多波动 它上下波动空间 非常的窄 它在筑顶的过程 为什么我认为 它在五十之上会有阻力呢 因为前期 我们去关注原油走势的话 会发现原油一旦筑顶的话 它的走势会非常的复杂 非常复杂 它不会一措而就的 不会一措而就 它在上面 可能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看这从五月十六号 目前已经走到了六月七号 六七号走了将近有 十五个到十五个交易日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而且它波动呢 都是在上下一美元之间 我们从过指标来看呢 也可以发现啊 也可以发现 从这里开始 它连续两个走势啊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背离的状况 而且啊 而且如果把周期稍微发长一点呢 我们会发现啊 一月份开始它大体上呢 大体上是走一个楔形的一个走势的 我把这个低点呢 也把这往下移一下 这里走了一个楔形的这个走势 对 一般来说啊 如果它的楔形 目前还是在楔形之类的 这个楔形呢 它后面 很明显啊 它是在 50.5附近呢 是有一个阻力的 50.5附近是有阻力的 所以短线呢 我意及它还有一个上冲的 上冲的 上冲一下 就是说上去把 所有的空头啊 一些技术派 都把这个折损扫掉 然后再下来的 我认为它下来的概率 中期而言 我认为它下来的概率 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把周期啊 我们调到 它的周图的话呢 同样哈 我们用菲波拉基线呢 去去 预测一下 它的一个走势啊 就会比较明显 也会发现哈 嗯 当然这个点呢 弄错了 弄在这里会比较好 对 就这里啊 这里 目前也是到了一个 比较关键的这个位置的 比较关键 就是往下拉一点啊 往下拉一点 也是在50.5附近呢 是到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所以对短线呢 短线 我认为还会上冲一下 但是冲到50.5 甚至呢 51呢 我认为是 可以做一个中线 做一个薄空的一个单子 薄空的单子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日图上它出现了背离 现在呢 其实周图上啊 周图上它也出现了背离的 嗯 周图上它这个指标呢 也出现了背离的 对不对 背离说明它上涨动力啊 已经有减弱了 你看这两个位置 这高点 高点 你看 这里 反而低一点了 这指标上反而低一点了 是不是 很明显的哈 所以对 对原油 对原油哈 保守一点 其实短线哈 短线我有建议朋友们 去做一个短线多单 昨天呢 我也见朋友在49附近呢 去买路 买路 但是空间呢 我们只看到50附近 50附近哈 50附近 如果它有机会 上到50之上啊 我们会去布局一个中期的一个空单 东境空单 保守一点的话呢 等它出现反转信号 我们再去布局空单 对原油呢 我们展示是这么看的 其实从上周开始到今天 这个50就一直是它的一个强压 没法不好进行一个突破 对的 对的 它没有 50的位置呢 它已经盘整了 接近有三个星期嘛 对 三个星期的一个周期 你看这周图上也三根K线 三根K线 所以这盘整时间是比较长的哈 这原油啊 原油它走 如果一旦走出这张柱顶的这走势 你看它是上面 它盘很久的 嗯 盘很久的哈 这里你看它盘了很久啊 嗯 这里它也盘了很久啊 它不是一两周 它就能决定方向的哈 嗯 所以对于布空 中期布空啊 我们也要知道 虽然说它已经到了一个阻力区域 并不代表它立马就会下去 嗯 立马就会下去 对的 就短线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 短多 短的多 但是中期的话 从 不管是从刚刚Alan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面上 现在油依然是过剩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全球供应过剩的一个状态 这局面是没有改变的 对包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分析哈 就是中长线的话 大家还是去看空比较合理 对对对 对 对下半年走势我还是 看空的 偏空一些 对 对 因为这个供需关系放在这里了哈 对对对 对 供大于求的话 难免的话 它这个价格会遭到一些贬值的 这是原油的一些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看上证指数是本周 上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哈 上证指数呢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一些内容 上证指数目前走的呢是在走了 我们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涨的当天是出现个大涨哈 对 大涨 然后呢 后面几天呢都没有 涨了90点 看来我们每天做节目看 每天都涨 嗯 今天的话 其实 呃 这样一个收线 我觉得还相对来说 没有让人太过失望 它已经在上面盘了五天了 对 对于上证呢 上证我是这么有观点哈 如果如果他成交量要去到去到两千亿 就是说达到两千亿呢 两千亿我认为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 嗯 如果他成交量足迹减少 嗯 不到两千亿 比如说呃 前天两千两千亿 然后昨天去到了一千一千九百 我们看一下昨天多少啊 嗯 昨天一千七百 你看昨天比一千九百还少 今天已经到了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多 这成交量逐渐减少的话呢 对短线呢 对短线就不是一个好事情呢 对短线就不是一个好事情 呃 所以从目前来看哈 我认为上证指数短线是有一个回调 回调这种压力的 它下面支撑呢 我认为我 我可以看到 呃 两 二八 二八六零的样子 二八六零的样子 但是中期而言啊 中期而言 我认为呃 两千两千八百之上啊 两千两千八百附近呢 呃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 比较重要的支撑位 呃 它是一个中期的 我认为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呃 低位区域啊 低位区域 未来几两到三个月呢 呃 它上涨的机会会比下跌的机会要大很多 要大一些 呃 当然短线呢 我们是通过技术上去找的信号 但是中中期呢 我们是需要一些其他一些资料呢 做一些判断 嗯 呃 有几方面一个消息啊 第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MSCI啊 MSCI 它目前来说 它纳入中国 纳入A股的一个益期是非常的高的 对 非常的高的哈 它的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呃 益期 一个比例啊 百分之七十吗 百分之七 甚至百分之八十哦 甚至八十 当然它不是打包票 一定会录啊 一定会录 不是这样说 不是这样的哈 它的一个概率非常的大 达到百分之八十多 我看到一个概率是达到这么多 另外一方面的赋港通 赋港通啊 呃 赋港通啊 我们也看到 目前 就是上周啊 已经出现了联系的资金流入状态 大概流入了接近一百亿的一个资金哦 嗯 一百亿的资金 这个资金 对于香港流入这个资金呢 我认为啊 呃 其实很多是 很多是国内的一些大户呢 在香港开的户 但是资金呢 是一些聪明的资金的 嗯 他们资金流入啊 通过资港通战的渠道买入的话呢 也说明他们对 这个行情 对中期的这行情是一个看好的 嗯 这是一方面 呃 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些外资的注入了 另外一方面像 呃 上周五的飞龙数据的一个不是很好 带来的美国加息的一期大幅的下降 美国加息一期如果大幅下降的话 对中国来说可是不是好事啊 肯定是 对呀 如果是肯定是好事了 对不对 嗯 美国不加息 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个资金外流的压力就减少了 嗯 对不对 如果资金外流压力减少啊 对于像我们A股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房地产更是了 嗯 股市啊也会有利多的 所以上周五飞龙数据一出来之后 呃 微信圈啊 呃 朋友圈啊 都我们都可以看到 可以是非常澎湃 可以说我们心理上已经涨停了两天了 周六周日已经涨停了两天了 为什么 嗯 因为它加息概率非常低嘛 对 我们资金外流压力 就没那么大了 嗯 我们国家呃呈现一个有序的贬值 有序贬值 可控的贬值的话呢 对 对股市啊是利好的 这个这一点呢 我们去回看一下 2012年和13年日元贬值 那段时间 日元贬值那段时间 每呃 日金指数上涨就可以发现 当时日元也是出现一个有序的贬值 它从80多一直贬到了接近120 80多 每日对 每日 美元对日元 从80多点贬到了120左右 嗯 那段时间呢 每日金指数也出现了一个计幅的上涨 这上涨幅度非常大 上涨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人民币出现一个有序的贬值啊 对于A股呢 我认为啊也是好事的 嗯 呃 所以回归到 回归到我们 我们的A股啊 A股 呃 我们也要注意一个事情 对于做交易啊 做交易 如果它的增量资金 增量资金 没有进去 增量资金在哪里看呢 我给大家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指标 上涨以2000亿作为一个穿考 如果2000亿之上 我们说明呢 有增量资金进去了 如果2000亿之下呢 呃 这资金呢 就偏向保守 嗯 最近对A股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呢 资金偏科啊 非常严重 它资金集中在一些小 少数的板块炒作 比如说集中在稀土啊 稀土泳池啊 呃 锂电池啊 尤其锂电池这个产业链哈 呃 不管是原材料 还是中油的 还是上油的 像比亚迪啊 呃 呃 西藏矿业之类的 这些股票哈 都集中在这些 这些板块 还有无人驾驶 这些板块里面炒作 这炒作的一个 呃 比较窄啊 集中在一些少数的板块里面 它没有轮动起来 所以 这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大家去警惕的一种现象 如果 它资金越玩越窄啊 那后面就 不能轮动起来 我们就要小心了 那后面很可能 短线哈 就有一个肥料压力了 对于 对于上阵呢 我们短线呢 是看空的 但是中期啊 中期两到三个月 我认为还会有继续 上涨的一个空间 它上面呢 我认为至少会去到三千一 甚至如果乐过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呃 三千三 甚至三千五 一波大涨的趋势就要来了哈 嗯 呃 刚刚其实 Ellen在跟我们讲到上阵的时候 也是提到了几个重要的一些点哈 这些点呢 都是利好于我们整个A股的一个走势的 但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MSCI的时候呢 静秋也是有一个疑问 想要咨询一下我们的Ellen哈 首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MSCI它是什么 我们加入之后对我们的A股 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利好呢 呃 MSCI如果加入MSCI的话呢 会给我们国A股市场啊 注入一些注入 相很大一部分资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多很多 呃 基金经理啊 它都是有这个权重的哈 嗯 呃 它在每个市场它分配多少资金 每个资金 如果我们不是这个MSCI成员的话呢 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资金流动的这个便利的福利的 如果呃 那路的话呢 相当于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可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增量资金 增量的资金 但是也要清楚啊 这部分人不是过来送钱的 他们也是想要赚钱的 对的 他们是聪明资金的 嗯 就说在我们跟他们怎么样进行博弈 这是就是呃 之后的一些事情了哈 但是最起码说现在这个如果A股呃 加入到这个MSCI当中的话 也是会有不断的有这种新鲜的血液注入到我们的A股当中 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情况哈 那我们赶紧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再来听Allen帮我们说一下横指哈 看一下横指最近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简单说一下横指因为时间可能不是太足哈 嗯 我们简单说一下哈 横指目前走的是其实是比较强的哈 嗯 如果把这个均线调出来我们就发现哈 呃 目前横指是守在了10天线20天线还有50天线呃 100天线之上之上的哈 呃都已经都已经站在这均线之上了 这均线的慢慢的就逐步的呈现了一个多头的这种排列 当然现在还是一种粘合的状态是是一种转发的中间的阶段 所以对对于呃横指啊 横指啊呃我认为哈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嗯 上面这个阻力区域阻力区域也就是前面的高点 如果突破了21650的话呢 他上面那上面空间就比较大了21650是 今年以来的高位区域高位区就这里啊 如果突破了这里哈那中期我们可以继续看涨继续看涨 呃短线哈短线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阻力位嗯 关键阻力位以这个作为一个呃 参考点 突破了我们继续买继续去嗯做多哈 呃对于其实从技术面其他一个技术面来看呢啊啊 横指呢目前其实有转好的迹象了 呃我们我们看到目前今天还没收拾哈 目前已经在了21325目前在21325 可以说是五月份五月份跌穿了两万一千点以来 首次收到了两万一千点之上 嗯 两万一千点之上 所以短期的一个资金呢可见是偏向于乐观的偏向乐观的 它短期而言啊我认为它还会有上冲的动力 如果突破了突破了上面21650的话呢 那就可以继续更加乐观一点了嗯 对呃 在21650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 如果有股票啊 或者说呃 当然个股的话呢 有些股票它跟横指它相关都不是很高 就要具体问题去操作了呃 对横指期破的话呢 在21650可以观察一下嗯 它破了跟没破我们是两种策略的 嗯 嗯 好嘞 这是很主的很指的一些情况哈 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的金融数据 看看还有哪些啊 大家稍等 在本周的6月7号星期二的时候呢 会有美联储主席耶伦发表讲话 这就是啊 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发表的一个讲话了 嗯 6月8号星期三的时候呢 也会有美国当周的EIA原油库存数据 6月10号星期五 有美国6月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出值啊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Alan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一些讲解 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哈 啊 希望下期我们再跟Alan相约再来聊行情走势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下周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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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怎样可以错过呢